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出来的这种效果 从头上越来越 这里就很重 慢慢的变淡 后来就越来越淡 这个效果 这个颜色可以用我们刚介绍的颜色去画 这个白色是后面要介绍的一个开粉 也就是用白色 太白去画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红色的画法 分染的红色的画法 那么在画之前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笔 这里我们要用到两支笔 有一支是色笔 一支笔是水笔 不明思义 就是有一支笔呢 它是用来沾颜色的 这支笔呢 是我洗过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红色啊 所以说它显得红色 这支笔我会用来沾颜色 这支笔呢 我会用来去沾水 沾水 它们俩怎么去拿啊 一般情况下是会这样去拿啊 用把它夹在我们的这个中指之间啊 怎么去变化呢 怎么去变化 比如说啊 我的色笔啊 去把它上了颜色啊 然后呢 用一夹 中指一滴啊 这个时候用这个去分染啊 这个是一支手 只两支笔啊 这个呢 是比较常用 当然如果说用不惯了同学呢 嗯 也不用着急啊 你就用两支手啊 笨办法啊 分染之后呢 换一支笔啊 再分染 确实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啊 这样呢 有时候它会 它会 它会 转啊 它会转 并且有的时候呢 画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它 比如说要染这地方比较细的线啊 或者比较细的这种区域 它会抖 干脆是这样子 更好一点啊 不要紧 这样的话都可以 嗯 然后呢 现在呢 要开始这个 染色啊 染色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先选用这个颜色啊 就是这个 十二色里面的索红 好 剩几点 原料 注意 不用挤多啊 不用挤多 我们刚开始的颜色呢 不用太重 多的时候 也可能会浪费的 我们一边边来 先用这个皮 把它稍微的 沾点水 这样看会比较重啊 等我加水之后就会变得很淡 好 同样 我们 要试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边上呢 去 哎 去换一换 好 试一下啊 啊 如果不够呢 我们再加 啊 太重了 我们就加水啊 好 刮一刮 现在翻一边 那么这个水笔呢 我建议啊 我们的 左手可以 拿一点纸巾啊 这样呢 可以用来吸水啊 放到你的手心里面 啊 两只手啊 拿住啊 那么这两只笔的这个水分 我要特别的说一下啊 特别说一下 这个色笔的水分呢 可以稍微多一点啊 可以稍微多一点 嗯 刮一刮 但是这个水笔啊 这个水笔上面的水呢 不能太多啊 不能太多 为什么呢 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颜色上去之后啊 这个 这只笔的水本来就很多了 你这只笔上的水再多啊 再去 就一放上一个冲 它就冲走了啊 把这个颜色冲走了 它没法达到一个分染的效果 没法达到一个分染的效果 所以注意 那么怎么去权衡呢 一般情况下把它去 一般情况下把它去捏一捏啊 去捏一捏 然后呢 用稍微吸一下啊 还是要保证有水啊 哎 保证它是湿润的 就可以 不要去用低的那种感觉 那就过了 那么就过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分染 好 那么 我们开始这个分染 那分染呢 从这个 因为这个头比较重嘛 这个头去染色啊 那染到哪里啊 一般情况下建议染到三分之一醋 比如说三分之一 大概这种 这个地方啊 染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用我们的这个水笔啊 去把它去捏一捏 捏一捏 然后 继续往右边 往左边去分染 注意啊 你不要染到这里就不动了啊 它是多大的范围 你去把它 染多大的 染多大的范围啊 即使到这边呢 显得比较轻 但是啊 一定要把它染过去啊 好 那它就会显得这样一个过渡啊 这个地方因为 对 木还没干了 有点不激 好 这是第一遍嘛 那么这个染色呢 估计要染到这个三四遍之后我们再看 好 那么下面这一半也是 下面这一半染的是我们注意 所以 它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水了 你尽量还是等 等到 然后这边呢 等到这个地方干的差不多啊 再去染这里 好 那我们先这样 等一下啊 好 那现在我们等这边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来染这个下面这一块 嗯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这两边的区别啊 这个其实是它的另外一面啊 等我染的时候 这里呢 这边要比这边呢 稍微的重一点 稍微的重一点 我们等会会多染多染一遍 或者两遍啊 保证这里重一点 好 同样 到了三分之一处 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 因为过多了之后呢 它渐变的就不明显啊 好 继续的 好 那这个 我们一起染了第一遍啊 颜色这个是肯定不够的 那么我们需要继续啊 继续 那这个时候呢 第二遍呢 稍微的就比第一遍的距离的稍微短一点 染到这里啊 就差不多了 就不要再往那边染了 全都 пока 现在再加个嗯 这个 诈点da 做些报道 或者然 Flips 消灾 execution 进化 我们下面的问题3 通过 cheese 那么需要提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可能要染的次数比较多啊 可以使用这个吹风机 用冷风不要用太热风 用冷风可以吹一下 去隔远一点 把它稍微的吹干一点 因为次数比较多 有的就比较难等 当然了在表画或者刷底色的时候 这种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吹风机 因为它面积太大 面积太大之后呢 导致这个局部 你万一没吹好 那有的地方受热不均匀 那就很麻烦 分让的时候有些局部 可以稍微的吹一吹 同样要等它干 那么可能要仿佛集次 到达这个深度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进入开粉的阶段 那现在第一遍的水色我们已经染完成 这里我大概染了三遍 这里可能染了四遍 然后把这个边 这个边 把它再多染上两遍 就让它更加的明显一点 两遍形成一个区别 那么水色染完之后 我们现在会发现这个颜色呢 可能有点太艳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珠标 我们用这个珠标 去把它稍微的盖一开 我们说我之前说了 珠标是实色 它是不太容易水 可以作为一个 有一定的覆盖作用 我们看到珠标的颜色呢 比它呢 稍微的 稍微的 没那么硬 没那么硬 那水呢 我们调这个珠沙的时候 调这个珠沙的 不是珠标 珠沙 调这个珠沙的时候呢 水呢 一定要给足 给足 饱和 调的饱和 不要太多 可以稍微的点一点 这个珠红 进去啊 进行一个调和 保证它的一个 笔的这个保和度 保和度 好 那么在染的时候呢 因为实色的话 它有 我之前说了 它会有覆盖性 不要染太多了 你在染珠沙的时候呢 把这个尖尖啊 尖尖 来进行 避免一下就好了 不要染多 不要染多 那你用这个水笔 这个时候的水笔 稍微的比之前 要多一点点啊 你需要把这个 实色呢 进行这个 分染 会比水色 要稍微的难一点啊 同样也是啊 你把这个范围呢 全部都 分染完 耐心一点 好 同样我们可以用这个吹风机的冷风 稍微的把它吹一吹 不要跟太近 那这一块 然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层次呢 又多了一层啊 这一块 慢慢的到这里 慢慢的到这里 进行一个很均匀的一个过渡 这个就是实色的一个运用啊 它会比水色更加的感觉厚重一点 所以说呢 实色的运用一定要到位啊 应该到位 让我到处分染的时候呢 一定要长到这个底啊 让它底 万一让它中间 或者让它这个地方 你用水笔 让它这里 它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水质啊 好 那么让这里的时候也用朱砂啊 尽量让这一边 因为这边跟它有接触啊 有接触 你让这一边就可以了 并且能尽量少一点啊 我让它们尽量少一点啊 虽然它这个范围很小 但是我们尽量还是把这个范围去拿两道 有一些小的这种毛毛可以用这个笔 把它搓起来看 那有人会问这个只有那么一点 为什么要一定要把它分享到这个地边 分到了这边 因为你每这样分享一次 它里面这个颜色它都会均匀一次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你次数多了之后 它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